三福,今年三福共计为四十天,诸福,2018年7月17日到2018年7月26日,十天,中福,2018年7月27日到2018年8月15日,二十天,末福,2018年8月16日到2018年8月25日,十天,三福天,可谓是一年的重要养生时刻,也是危机四复的时刻。 这些禁忌千万别犯,小心烂下病根,不开窗,三福天不少人怕热,地窗室内吹空调,其实,潮湿温热,通风差的室内,亦引发中暑,而且使用空调不开窗换系,空气质量会变差,反而治病,建议,每天开窗通风两次以上,每次15到30分钟,只吃果蔬,三福天身体出汗多, 消耗大,一疲劳,没热口,不少人选择吃点或输了事,吃不好,营养不够,免疫力较低,就可能导致疾病。 建议,天在热,饮食搭配也不能少,一口蔬不能少,多吃点富含饺的蔬菜水果,如香蕉,香瓜,西红柿,南瓜,豆类,土豆及芹菜等。 二来点汤开胃,菜汤,肉汤,鱼汤,蛋汤等,餐前少量饮容还能增加食欲。 三蛋白质一定有,适当吃些瘦肉,鱼,豆奶,鸡蛋等。 四股物不可少,出汗会丢失B组维生素,而骨类是B组维生素的良好来源。 冷风对着吹,空调冷风,颈椎对着空调吹,使颈背部筋肉受寒,造成颈部持续静卵,后背酸痛等。 建议,室内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度,肩背部不要只对着空调,或者搭个披肩,大口急喝水,大口大量喝水,水分会快速吸湿血液,使血量增加,加重心酸负担。 对于关心病患者有为危险,建议,每次喝水别超200毫升,你温开水为佳,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,而是少量多次补水为宜。 冷饮不离手,冰淇淋,冷饮适当吃解暑,大量吃会伤身,长期过量的冷食物进入味,会是为黏膜下血管收缩,黏膜层变薄,出现黏膜水肿和糜烂, 借下劲人体新陈带性快,血管处在扩张状态,突然食用冰饮,造成血管迅速收缩,引起血压波动,意又发心脑血管意外。 冲冷水,在炎热的夏季不能用冷水洗澡,人体经过冷水的刺激,会产生心跳加速,血压升高,肌肉收缩,精神紧张等一系列刺激反应,对心脏,血压产生不利影响。 整天不出汗,养生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,该出汗时就出汗,因为出汗既能排走体内毒素,又能调节体温。 建议,傍晚出门走一走,微微出汗对身体好,饮料代替水,夏天饮料是不能代替水的,因为此时人体的排汗量和水分蒸发量都大大增加。 如果只喝饮料,不喝水,尿液中的代谢物质不能很好稀释,精神机,很容易会形成结石,而且长期渗入含糖饮料,容易变胖。 建议,每天喝够1200毫升以上水,饮料适度。 中午不休息,三伏时节因晚睡早起,但晚睡不是熬夜,也最好在24点前。 因天气炎热,睡眠会受到一定影响。 建议,有条件最好睡个午觉,也能有效预防关心病,心疼等心脏疾病的发生。 建议,午睡以15到30分钟为宜,午睡后可以轻微活动,喝一杯水,以及是血液免稠度。 情绪激动,年年下月,人难免会心腹气躁,但激动情绪伤身体。 比如生气时,血压会上升,我们的脸会长红,血管以及心脏部位所承受的压力比正常情况下高出三倍以上。 过分激动,对心脏也是有伤害的。 三伏天养生做好时各一,帮您健健康看过夏季,一个温度26度,空调温度以26度为一。 保证室内外温差别超过8度,一小时不行,走路运动适合夏季,每天快走30分钟到一个小时,以微微出汗为宜。 一杯茶,茶夜中富含甲,喝茶不仅能解渴,还能帮助消除疲劳。 一个午觉,夏季气温高,睡眠容易不好,补割15到30分钟的午觉,让下午有个好经历。 一杯温水,水别等渴了再喝,经常小口小口喝杯温开水,建议每天喝水量最好多于1200毫升。 一颗苦瓜,中医认为苦瓜心寒味苦,有清热解暑之效,不管是烧,炒还是两瓣,煲汤,只要能把苦瓜做熟且不失青色,都能达到炙火的目的。 一碗绿豆汤,绿豆汤既能补充水,又能补无鸡盐,还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,一周喝二到三次,每次一碗即可。 一次泡饺,睡前,用40度的温水泡饺,可缺湿,还能提高睡眠质量。 一个学位,三腹天闷热,人容易被湿血清洗,可以经常按二足三里学,有助蕴化水湿。 一次静坐,研究表明,当气温超过35度,日照超过12小时,时度高于80%的时候,人体调节中枢就会受到明显影响。 人也容易心烦意乱,老人的夏季心烦指数比年轻人更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